對自己目前的狀況,他有逐漸好轉 他目前的意識是清楚的 也能夠進行簡單的對話 接下來在長根醫療團隊的專業評估下 將會進行手術 他很抱歉,這是手術的內容,因為礙於私人的因素沒有辦法跟大家公開 謝謝各位這幾天的關心,然後也辛苦大家了 今天會針對這幾天的事件做個簡單的報告 然後結束後呢,照我說明完後也會有 志穎的抱弟之心,會從家人的角度出發 向大家說一些這幾天家人的意見 那首先呢,還是要向第一時間向 林志穎先生與兒子捐身救起的民眾 至上最深的謝意 目前我們在這幾天陸續聯絡救命恩人 然後我自己跟家人都有親自 或透過他人表達,有種感謝之意 這段期間如果造成 這些救命恩人的困擾 我們也非常抱歉 我們目前與志穎的救命恩人在持續的保持聯繫中 然後等待志穎的身體狀況穩定後 志穎的家人也會親自拜訪刀鞋 然後針對志穎目前的狀況,他又逐漸好轉 他目前的意識是清楚的 也能夠進行簡單的對話 接下來在長根醫療團隊的專業評估下 將會進行手術 他很抱歉,這是手術的內容 因為礙於私人的因素沒有辦法跟大家公開 後續志穎呢也會需要一些時間進行修養跟復原 另外大家有提到就是最近期新聞跟網路時間 討論告事發經過 眾說紛紛 但目前這個事情其實只有志穎本人最清楚 然後我們也有嘗試跟志穎溝通詢問過 但因為他的身體狀況 沒有辦法完整的拼湊 當時意外發生的經過 所以後續會等到志穎狀況好轉後 會再跟相關的單位進行說明 最後 然後 我們跟志穎 還有家人討論過 志穎本人他並不想浪費太多的社會資源 在關注他的事件 然後這段期間謝謝你們給他的鼓勵 加油 這也是最後一次向大家 報告說明志穎目前的狀況 也再次感謝第一時間救起志穎 傑森的熱心民眾 還有永遠在第一線服務民眾的消防局 這次給予非常大幫助的長根醫療團隊 當然還有最重要關心志穎的朋友 歌迷 還有一些藝人好朋友 另外也謝謝 在這段期間 其實志穎有很多的 工作要進行 這些合作廠商他也能體諒志穎的狀況 讓目前的工作做延後 然後最後真的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媒體在這段時間的辛苦 那今天是最後一次跟大家說明 那我們請 從家人的角度跟大家說一下謝謝 感謝社會大眾與媒體朋友對於我哥哥林志穎的關愛 我是林志穎的弟弟林志興 這邊要代表林志穎的太太 陳洛宜與家人們說明這段時間的心路歷程 第一時間 二嫂接到熱心民眾打來的電話 也和先生聯繫上 但未能聯繫上志穎 我們帶著忐忑的心情 隨著二嫂來到醫院後 我們一家人與志穎的好朋友們 才確定了這個令人難過的事實 看了這幾天 二嫂不眠不休 堅強的守護著志穎 我們兄弟姐妹們 也都作為他的後盾 共同扶持 與依靠 關於意外發生的經過 二嫂和我 有嘗試與志穎對話 想了解事情發生的經過 但志穎目前的身體狀況 仍無法將 發生的經過 拼湊起來 我想 要等到志穎身體狀況更好些 才能與相關單位進行說明了 也請社會大眾 不要再繼續討論 或採測事發的經過 同時 請大家尊重傷者與家屬 網路上有許多不實的報導與意測 還請社會大眾與各位媒體朋友們 审慎過濾 這些不實的言論 只會造成志穎 志穎的太太和孩子 和家人們 更多的痛苦與傷害 對我們來說 志穎和Jansen能平安 才是最重要的 這次的意外引起了媒體 與社會大眾的關注 志穎 與家人們都無意在浪費更多的社會資源 針對這次的意外事件 這會是最後一次 公開與大家說明志穎的狀況 另外也請媒體朋友們給我們一些空間 不再打擾醫院的運作 與家人的生活 讓志穎能安心 平靜的復原 這段期間我們收到社會各界 護車及時救援 與消防局協助滅火 感謝志穎代言廠商們的體諒 感謝所有 關心志穎商事的社會大眾 媒體朋友 與志穎的歌迷們 更感謝所有協助 與關心志穎的家人和朋友們 再次謝謝大家 祝福大家都能 平安 健康 謝謝 經我 隨便 其實 加入 海 か